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情况大部分是因为狗狗对乳糖不太瘦 或者是对牛奶的蛋白坑力太大不容易吸收 所以说会导致狗狗出现一些胃肠的反应 所以说如果狗狗没有喝过牛奶 最好少量的添加观察一下狗狗的表现 如果狗狗没有出现其他的问题 平时可以少量的给他们喂一些 但是也不建议太多的给他们喂食 这样可能也会造成他们一些消化道的一些负担 如果他们对牛奶有比较大的反应 可以选择储物专用的羊奶粉进行添加 这样狗狗他们接受起来可能会比较好